大家好 又是我Carrie 天氣熱 大家留得汗多 今天我們煮一口湯 很快 折瓜 鹹蛋 肉片湯 很好喝的 有少許鹹蛋 往些油飄出來 正 最近有網友問我 經常講CC字幕怎樣用 首先這條片的右下角有白色的 接著我們按一下 然後旁邊是設定 接著我們按一下字幕 接著按自動翻譯 接著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語文 例如印尼文 這樣就可以給你家裡的印尼姐姐看 這個方法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這樣 有印尼文 我去的所有影片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因為我的影片裡面都有字幕 你可以用按字幕 接著設定 然後自動翻譯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選你喜歡的語言 OK 可能翻譯得未必準 但也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先看看原材料 很簡單的 折瓜 我有三條 最後我用兩條就夠了 兩條折瓜 現在街市超市都會有 街市有很便宜 現在這個當造 夏天吃瓜 冬天吃菜 鹹蛋 三隻 其實可以兩隻 夠的 我多放一隻 好喝點 少許薑 連皮 少許薑就行了 接著 有塊豬肉 隨便買 我買了一塊 然後切開兩塊 一開二 因為用不完 這裏約磨半斤 半斤多些 三百多克 約磨 我沒有清 少許肥 我們這次只用瘦肉 就可以了 這樣也有很多肉吃 切完 已經不少 因為主要我想多些肉吃 又可以清熱 又可以聚火 這個湯很聚火 鹹蛋有用的 然後 加一點飯 混合 這樣便是一頓 簡單單 又不會有很多油 接著我們處理了 折瓜 折瓜 表面會有些毛 如果你敏感 怕手癢的話 戴上手套 或者用毛巾拿著 用毛巾包著 去皮 這樣便可以了 因為有人會敏感 因為有些毛巾 我們批起皮 有時不需要批這麼正 還有一點點 不要緊 然後我們將它一開二 然後我們將它切片 切片 讓大家看看 薄薄的 不用太厚 因為很快 不是煲湯 我們是滾湯 一煮 就軟了 所以薄一點 慢慢切 不用急 因為夏天 流的汗多 你會很想吃鹹蛋 偶爾吃一下 不要緊 我都很少做 鹹蛋 我們盡量薄一點 炒也可以 煲滾湯也可以 會特別快 停留廚房的時間便會短一點 不用太熱 少少薑 連皮 幾片便足夠了 不用太多 要用味道 要平衡 然後 豬肉 沒有所謂 切肉片 盡量選瘦肉 它有點肥 不要浪費 先切了 不是丟 放在一起 放在急凍隔 留在冬天的時候 用炒菜 然後切細 熱紋的切片 買到豬肉座可以用 無所謂 煤頭也可以 你喜歡用什麼 不要有骨 因為很快 煮一口湯 就不要用太久的食物去做 排骨也可以 小小的排骨 沒問題 你可以試試 像我一樣 去切豬肉 這樣比較安全 我好久沒磨過刀 向前 向後推拉 推拉 就可以了 麻煩大家 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 美麗廣告 一邊幫狗 狗貓貓掃貝 就可以了 廣告 煮飯呼吸 廁道行廁道行廁道 麻煩 麻煩 肯定夠吃 接下來 很簡單 少少鹽 我不放山丘 不要放蠔油 因為烤湯的豬肉 顏色會比較白 沒有那麼深色 所以我就不放這些 我們放鹽 糖 小胡椒粉 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粟粉 基本上就是這樣 調一調味 看看有底味就算了 我們下了食物之後 再去拌勻 待會我會加入兩湯匙的水 令它更加軟 更加滑 兩湯匙 醃肉餅 豬肉片 排骨 我們會放少許水 令它更加軟 我們拌一拌 讓它吸收水 吸收水很快會吸收 這樣會有少許脹身 這樣會軟很多 我還可以加多一點水 但我覺得夠了 就是這樣 水吸收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我加少許油 這樣就可以了 我這個是麻油來的 普通油就可以了 很快的 醃完之後 放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收工早就行 早上醃定的 晚上收工回來煮 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因為鹽的份量不是很重的 然後鹹蛋 有些黑色的泥 我們洗一洗它 洗完才打蛋黃出來 因為如果還沒洗 然後打蛋黃出來的時候 有些黑色泥會掉到蛋白 這樣就浪費了蛋白了 洗一洗很快 或者用百結布揉一下 都可以的 然後我們把蛋黃 打出來的鹹蛋黃 蛋白呢 有很多的 但我不會全部放在湯裡 否則我怕會很鹹 倒一點點蛋白出來 然後有機會炒飯 就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用剪刀去剪小 這樣乾淨一點 乾淨一點 不要放砧板 放砧板也可以的 那你洗砧板很麻煩的 剪小就剪小 讓它更方便出味 其實更方便出油 搞定 搞定 這樣大小就可以了 不規則的 我們準備了一鍋水 我們把豬肉片 出一出水 滾水下 就可以了 沒有所謂的 現在就養開它 滾起就可以了 出一出水 等待你煲湯 就不會太熟 即是不會太熟 很快 它表面變了顏色 接著呢 就可以拿它出來 因為其實 它還沒熟 不要緊 等一下還要煮的 接著我們用水 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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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下泡 很多表面的東西 就可以了 接著放在邊 就可以了 這個步驟很快 然後我們用回一隻鍋 中火器鍋 燒到少許有煙 少許有煙就可以了 放少許油 放一放去 燒一燒去 順便當作保養一隻鍋 表面那層油 不要厚一點 那些油都有煙的時候 我們放薑下去 爆香薑去 這個不是什麼老火湯 但是呢 也都有清熱的作用 因為是瓜 這個節瓜 是很有用的 那其他材料 基本上都很溫和 所以呢 不用擔心 而且很快 就可以煮得好 煮得好 我們爆香了薑 之後呢 輕輕 接著呢 我們把那些 節瓜片 放進去 輕輕輕炒一炒 等它和薑 炒在一起 和輕輕炒一炒 它會比較香 一點的 看些瓜瘦一瘦二 用鑊鑊一鑊去 這樣 炒一炒它很快 這個步驟 接著呢 我們要等下 放少許酒 滾湯就很快 又加了鹹蛋黃 和鹹蛋白 很好喝的 我放少許薑酒 我放少許米酒 沒所謂的 沒有米酒 就放米酒 沒有就放普通的薑酒 就可以了 讓它有些香味 接著呢 我們下水 夠蓋面呢 多一點點 就可以了 接著呢 開大火 滾它 你可以蓋蓋的 它快點滾 滾它很薄 這些節瓜很薄 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 放些肉下去了 看看有些肉味先 很快 很快 可以喝的了 我們放些肉 下去 其實肉呢 出了水之後呢 現在這個時候 滾一滾 它已經熟了 很快 接著呢 還有鹹蛋黃 最重要的 我經常覺得 沒有它 味道差很遠 我們倒進去 三隻 哇 正 接著 繼續大火 滾它 你要試一試味 鹹蛋黃 是鹹的 看情況 可能 一家人呢 每個人喝的鹹 道數都不同 可能呢 你最後才加鹽 你搭點鹽 去調味 這個 對 很快就喝了 鹹蛋黃 一變色呢 就搞定了 懶人湯 我就說懶人湯 但是好喝 夏天 原來出行多 補點鹽分 是正的 那些蛋黃 足夠的蛋黃 才好喝的 對呀 才香的 搞定了 好快 切瓜切得薄 那些切瓜切得薄 煮一煮軟 有少許軟就OK 不需要太軟 溶完就不好 對不對 搞定 那看一下 那些鹹蛋黃的油 飄了出來 這樣就香了 你看 旁邊的全部都是鹹蛋黃的油 足夠 給三隻就正了 麻煩未訂閱 請訂閱訂閱 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分享給朋友 我先說到這裏 那這個湯很好喝的 味道好正 希望大家喜歡 夏天喝得對 加小飯就是湯飯 今天差不多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